新闻开潮带你来关心了在苗栗县苑里镇神道台一线跟苗140线道的路口 有一辆载运水泥包的托板车一次因为没有固定好 一个转弯一整排大约是有十多包的水泥通通都掉到地面上 索性没有波及到其他的人车 而另外还有个金钱场面则是在一张化鹿港的老街 有一位男子他没有带安全帽 骑电动车闯入人潮众多的老街 差一点要酿成擦床以外 健身器画面拍下一辆满载水泥包的托板车行进路口处 一个转弯没有想到一次水泥没有固定好 一整排大约十多包的水泥瞬间掉落地面 扬起一阵烟尘 水泥占据道路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警方到场后立刻用交通锥封锁路面并进行管制 警方到场后紧急对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 并与过运商家及救难协会共同清理路面 最后一共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清理完毕 幸好水泥掉落当时没有波及其他人车 而警方也将一规定对驾驶开罚 而另外的惊险场面则是在彰化路港老街 一名男子骑着电动机车 不但没有戴安全帽 还将车子骑进了人潮众多的老街内 电动机车在人群中穿梭 男子还疑似故意不断摇晃机车 甚至跨越双黄线逆向骑道对面车道 差点和民众推的娃娃车发生擦撞 现象缓身 而这整个过程也被民众拍了下来po网 而警方也将介入调查 解苗栗彰化综合报道